今天我会和大家讲的就是Ataly的旗舰产品Hemohem或者风物饮 首先和大家讲一声 我本身不是一个读开医的人 或者是药剂师 所以如果有什么说错的话 希望大家原谅 我们来看看Hemohem的字面是什么 其实它有从几个不同的意思 组成一个叫Hemohem的东西 Hemo是代表Hemoglobin 即是血红蛋白 譬如我们吃了Hemohem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会带多些氧气去修复我们 身体里面的器官 让我们快点好 另外H代表Hematogenesis 即是做血 对于贫血或者女士都很适合 接着I for Emute System 很清楚 它可以帮我们增强免疫系统 而M是for Moderation 它将我们调节身体里面一些过敏的反应 例如当我们有敏感的时候 代表我们的免疫系统很高 如果我们吃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去正常 而反过来 例如有甲状腺问题的人 可能会觉得很累很慢 但是吃了之后 就慢慢调节到正常了 不如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其实Hemohem是怎样来的呢? 在上一集也提过 Carrie这间原子能公司 它本身里面是提供50%的电力给韩国人的 其实它们会接触很多Radiation 所以这些Radiation令到它们身体弱 生病 生病 甚至死 而在里面工作的人 大部分都是精英 他们都是Scientist 所以当时 就要求政府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 令到他们不常常有病 经过一轮周旋之后 政府就跟我们说 好吧 我给了10年时间 一笔钱给你们 接着给了15个PhD 如果你做到就做 做不到的就不要再烦恼了 最后他们在第8年的时间的时候 就研发了Hemohem 它里面的主要成份是包括什么呢 就是包括当归、村公、百畅 你知道了 如果中国人去煮中药的时候 他们会将所有的药材 放在煮里面 然后在那里煮 无论里面的好东西 或者是坏东西 都在一起 你喝了就停留在身体里面了 而Hemohem的做法就有点不同了 Hemohem会将当归摊开它来看 然后他觉得有什么有用的话 他就抽取那些active ingredient 所以你可以连续吃半年都没事的 至于我自己的反应是怎样呢 我大概吃了三个礼拜之后 我就睡得很好了 而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 可能有些人会很精神 有些人就像中医所说的好转反应 好转反应 通常有些不好的反应 就像吃了之后会肚射 排了一些毒出来之后 就可以很吸收了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其实我们吃了Hemohem之后 可以帮助了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的左下角 NK cell代表natural killer cell 或者是自然杀手细胞 又或者是大火粒浪巴细胞 我们都听别人说过 人身体每天都会产生一些癌细胞 就是靠这些NK cell 去打赢这些癌细胞 如果我们吃了Hemohem之后 就能够帮我们增强NK cell 然后就是enhanced cytokine production 这个意思就是 Cytokine是细胞因子 它的作用是传递信息 即是我们吃了Hemohem之后 它传递信息就比较强了 而Cytokine在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也很重要 所以当我们吃了之后 传递信息就好了 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好了 最后右下角 如果有些细菌病毒的生虫 或者是菌类去襲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作出更好的反应 所以我们吃了Hemohem之后 其实很简单来说 就是帮助了免疫系统增强了 接着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 一个健康细胞是很完整很漂亮的 但是当它受到辐射影响的时候 细菌好像散了 好了 吃了Hemohem之后 不是代表你的细菌 可以回到原本那么漂亮 但是至少好了很多 在这张图 你就会见到Hemohem在不同的国家 是拿了它的专利 最难得的 如果你看一下 美国那一项 它可以拿到Anti-Cancer 这一样东西 其实是很难的 另外这个IAEI 是代表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ssociation 国际原子能的组织 它都表明 这个Hemohem 是可以帮助到抵抗这个Radiation 这一张是美国食品药品監督管理局的认证 它是表明Hemohem 如果你看看Result那一项 是ND 即是non-detected 而左手边那些 就是它的有害的物质 刚才都说过了 就好像有当归那样 把它摊开 是拿一些active ingredients 就是拿它的好东西 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对健康食品的管制很严格 它也很难得 可以拿到Health Canada的牌照